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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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本港和内地官员曾经在9月底 在深圳举行疫情防控工作对接会议 两地专家在今月初举行视像交流会议推进通关工作 陈肇始曾经说内地提出考虑来香港视察 和举行面对面会议 无线电视记者先知报道 早前三宗新冠病毒输入国案 涉及前国泰货机机组人员 三个人承认逗留在德国法兰克福期间 曾经数次离开酒店 卫生防护中心说会进一步调查 是否有人涉嫌提供不实资料 不排除会检控 而被强制检疫的111个机组人员 获撤销强制检疫 今天离开检疫中心 三个货机机组人员 月初先后到过德国法兰克福 回香港后豁免检疫期间感染新冠变种病毒 过八个曾经入住同一间酒店的机组人员 安排到竹高湾检疫中心隔离21日 卫生防护中心说 因应国泰的调查报告再跟进三个人的日程 他们承认曾经几次离开酒店房间 到访附近的地方或者和朋友见面 而德国卫生当局调查之后 说当地没有录得和涉事酒店相关的确诊个案 也都没有群组爆发 中心说三宗个案的基因排序高度相似 极有可能是互相感染 或者由酒店外面的一个共同源头感染 酒店里面爆发的机会比较低 经进一步调查 现在检疫中的机组人员 10个人被列为密切接触者 要继续检疫 111个人没有和三个患者 在德国的酒店以外接触 获撤销强制检疫 今天离开检疫中心 由于三个患者一度声称 在法兰克福期间没有离开过酒店房 当局说会进一步调查 是否有人违反防疫规例提供不实资料 影响公共卫生调查工作 不排除会采取执法行动 国泰早前就说 涉事的三个人严重违反在外站的逗留规定 已经不是公司的雇员 无线电视机在中策器报道 而本港新增三宗新冠病毒输入国案 全部涉及变种病毒 其中两个男患者 今月6号和10号 从加拿大和巴基斯坦抵港 分别打了两剂福必泰和阿斯利康疫苗 两个人都在检疫期间确诊 另一宗是昨天初步确诊 从菲律宾抵港27日的外用 住在雇主在帕马地汇文楼寓所 汇文楼在早早完成遗风抢检 大约130人接受检测 没有发现确诊个案 当局派人到访了50户 当中大约5户无人隐门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批准科兴疫苗的接种年龄降低到3岁 并优先安排12至17岁的青少年接种 专家就预料放宽接种的年龄之后 中学生的接种率可以推高到八成或以上 有助恢复全日面受货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兆彩 同意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 和卫生署下科学委员会建议 批准科兴接种年龄降到3岁 并且优先安排12至17岁的青少年接种 会尽快公布安排 科学委员会认为 放宽接种年龄可以进一步推高中学生接种率 现在中学生去到瓶颈大概是七成就上不了 因为剩余那三成其实都是等着打科兴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是顺应文情 只要一开打中学生 我觉得反应会挺好 有希望推高接种率到八成 至乎九成以上 但是我们香港所有的中学都能够全面全日复科 刘雨龙预计 明年年初疫苗接种可以推展至小学 相隔2至3个月之后 再安排幼童接种 而市民若接种两剂科兴疫苗6个月后 下星期二起可以打第三针 刘雨龙引述研究 提醒打科兴疫苗的人 要打完三针才要完成接种 WHO都认同的三针就是科兴最基本 头一轮接种的方案 不是两针是三针 之后那些就可能要加强针 那我们就发现打三针科兴的抗体浓度 基本上是差不多接近阿斯利康 甚至乎连伏必泰的反应 他又说同团队只安排中学生 同3至11岁的儿童皮内注射科兴疫苗 而监察不同注射方式 会不会产生更高抗体水平 目标明年第一季有数据 母线电视机者关可为不斗 行政长官林郑玄和说 政制禁内地事务局 即是和内地当局 敲定下个月19日 立法会缓届选举投票日 在口岸投票的安排 会尽快公布长程 当局都说将来考虑设计 电视投票方便在广东省以外的港人 立法会选举下个月19日 当日在政府各个部门全力支持之下 安排顺畅 不容有失 至于在口岸投票的安排 就正是和内地当局敲定 将会尽快公布详程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 出席一个网上座谈会的时候 将来会继续改善跨境投票的安排 通过这个法律的时候 我们只有四个星期不到的时间 所以很多非常具体的这个投票的办法 不可能在这个法案里面都涵盖 这一届选举以后 我们还需要考虑的 比较新的这个科技应用的办法 比如说 是不是可以考虑电子投票啊 全国港澳研究会 理事田飞龙早前提出 换届选举不应该再 只是着重地区直选的投票率 而是整合各个界别的投票率 按照比例 计算出总投票率 但是立法会前主席曾玉成认为 建议没有科学根据 没有意思 也都没有说服力 混合起来 还要加权成 等于40% 代表什么呢 那实质求是 就是这么多 就是这么多 没什么问题 你将它夹硬混合其他 你试图想继续拉他高一点 这个我觉得 只是演义道零 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政治数学题 我也不是一个专业的数学家 因为香港选举管理机构 以往没有这么操作过 没有习惯去探索新的公司 就这个简单否定这种提议 我觉得也会流于轻率 他认为这个计算方式 能够避免投票率被外部势力利用 质疑选举的代表性 母线电视机就在中卓希报道 稍后回来会报道 明天是长者日 年每65数的长者 可以免费搭大部分公共交通工具 亦都可以免费进入多个景点 王毅说中美一旦走向冲突对抗 对世界造成灾难 欢迎新闻时间 明天是长者日 65岁或以上的长者 可以免费搭大部分公共交通工具 并且免费进入多个景点 星期日长者日 区区都有好处提供给长者 有没有计划过行程呢 想享受各项优惠 记得带齐三宝 长者卡 身份证和长者百达通 因为坐电车 天升小轮 辛巴 食巴等 只要出示身份证明文件 或者长者卡 就可以免费乘搭 而搭港铁和九巴 就需要使用长者百达通 长者到访科学馆 太空馆 海洋公园 天制100 和摩天輪等 都可以免费入场 另外 全港1400多间食肆 和店铺都提供长者优惠 由1993年开始 政府将每年11月 第三个星期日定为长者日 宣传长者对社会的意义 提倡老友所为 和积极晚年等信息 无线电视记者王子瑜 报道 大鱼山小豪湾污水处理厂 日前发生工业意外 四个工人跌落沙井 其中一个人死亡 三个人仍然危殆 有工程师建议检讨封闭空间培训 增加工人的安全议食 勞工处正是调查 小豪湾污水处理厂 工人跌落沙井的意外 本港过往也曾经发生涉及 沙井的致命工业意外 有工程师认为 现时当局对密封空间 培训课程的门槛偏低 它太通识 它本身掌握的知识不够 因为太基本了 当然它可能实习机会也不够 因为法例没有说 它一定要如何实习 证明它才能下去 很多工人都持有 这张密闭空间的工作证 这张工作证是三年有效的 实际上它可能是三年都没有碰过密闭空间 它建议当局加强对密闭空间工人的培训 由现时一日延长到三日 并加入实习要求 确保工人全面理解和正式安全程序 黄敬又认为派工人进入沙井等密闭空间 应该可面侧面 应该考虑利用先进的仪器 例如航拍机又或者是探测器 代替工人进入密闭空间 无线电视机者林俊谦不得 达为九巴致命车祸 有九巴工会触请更新车长的工作指引 包括每日不可以铸超过两条路线 一架八十八K九巴日前在大埔公路大围段 黄青沙公路桥面翻轴 造成一死十一伤 车长涉嫌危险驾驶被捕 九巴职员权益工会说 事发当日涉事的车长原定铸三条路线 包括两条巴士线 放工之前要再铸巴士回车厂 当时刚刚吃完饭 估计是因为过路导致走错路 要求运输处更新巴士车长工作指引 包括延长食饭时间去到不少于一个半钟 并且列明每日不可以铸超过两条路线 每一位车长只可以用一加一 本来主线加另一条路线 就是最适合的 不可以说我们一天要寄这么多条路线 对于当局研究立法强制巴士乘客大安全带 工会认为实际执行的时候很困难 工会也建议政府将资助2016年开始出牌巴士 安装上层安全带的安排 扩展到2013年开始出牌的同款型号 预料涉及额外几百架巴士 无线电视记者吴森鱼报道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警告 中美一旦走向冲突对抗 对世界造成灾难 主美大使秦江秀呼吁共同抵制中美水火不容的辞境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全球智库大会视像致辞 提到中美能不能够处理好彼此关系 有关世界前途命运 是两国必须一起回答的世纪之问 他说中美一旦走向冲突对抗 不单止对两国没有任何好处 对世界也是难以承受的灾难 两国不冲突不对抗 是双方应当坚守的理性选择 也是不同社会制度大国的相处之道 他说中美利益深度交融 任何凌和博弈的结果只会是两败俱伤 在美国国务院宣布未来星期一 和台湾展开第二次经济繁荣伙伴对话之制 王毅亦都谈及台海问题 说会尽最大努力寻求和平统一 希望美方言行一致 将不打新冷战、不寻求冲突对抗 不支持台独等的重要表态 落实到具体政策和行动 绝对不接受在国际上 搞两个中国或是一中一台 在中美元首视像会面之后 双方官员都有继续接触 驻美大使秦刚 星期五和美国主管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 在华盛顿一间餐厅会面 中方说两个人同意努力落实 元首会面的精神和共识 秦刚昨日又和一个美国自负视像交流 提到中美关系遭遇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 必须共同抵制水火不容的前景 无线电视记者李进来不透 中美据报同意提升官司对话的层级 有白宫官员就说中美元首日前会面时候 国家主席习近平表明 美国加强和盟友合作 形同是冷战思维 中美元首日前视像会面超过三个小时 彭博社引述消息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同意支持中美两军高层对话 参与的包括中央军委副主席 报道说白宫正就相关接触制定策略 涉及的领域包括网络安全、太空、核武 以及测试和部署问题 对话形式有别于美国以往和苏联 以及俄罗斯的军控谈判 详情还在敲定着 报道引述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说 拜登在会上强调中美必须管控战略风险 建立波兰机制去避免误判 两国元首日都原则上同意再次对话 但没有具体时间 有份出席中美视像会议的 白宫印太政策协调员肯贝尔 引述习近平的会上表明 美国加强和盟友的安全关系 形同是冷战思维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上任近九个月以来 未曾和中国军方会谈 报道说他曾经三次提出 和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奇亮通话 都被中方拒绝 无线电视记者来进来报道 本来新闻时间先看中国新闻 四个国家地质调查局调查员 上星期六去到云南埃勞山考察后失踪 当局出动过千人刺搜救 至今还未运回 首救人员继续在山上搜寻四名 在阿努山失踪的地质调查局队员 当局至今出动过千人刺 以及无人机直升机协助搜索 当地居民也自发上山协助 四名地质调查员 今个月十三号原定徒步进入埃勞山福地 翻过山或到达玉溪市新平原 但上山无奈就失去联络 当局星期一开始展开地毡式搜索 我们分析肯定迷路了 因为天天下雨 因为你不知道是遇到什么特殊情况 如果是受疫 也要看到那个衣服 总持不进去吧 这鞋子总持不进去吧 但我没见着 最新不到 内地传媒一道说 已经在星期五下午找回四个人 当局随后澄清说还未找回 有传闻说 埃勞山里面有蛇、黑熊等野兽 搜救人员就说 那里地形复杂、多岩岩峭壁 加上正值入冬 年日大雨大霧 晚上气温比较低 担心他们在山上多日 最危险的是可能会失温和脱水 位于云南的埃勞山 拥有全球同一维度带上 唯一保存缘好的 大面积源自山地常陆阔叶林 是国家自然保护区 拥有丰富的物种资源 包括黑场秘园、云炮等 都属于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 是热门的科学考察和研究基地 无线电视记者曹嘉宏报导 公安部副部长王小雄 接替赵克志出任公安部党委书记 国安部昨日召开领导国安部会议 宣布中央决定赵克志不再兼任公安部 党委书记职务 由王小雄出任 64岁的王小雄曾任福建省公安厅副厅长 夏宏市副市长 河南省公安厅厅长 北京市副市长等职务 2016年任公安部副部长 到2018年起出任公安部党委副书记 同署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 至于67岁的赵克志 曾任贵州省委书记、河北省委书记 2018年起出任国务委员、国务院党组成员、公安部部长、党委书记 国家市场監管总局裁定43宗违反反垄断法案件 涉及阿里巴巴和腾讯等企业 当局早前对43宗未有依法申报 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件立案调查 并且裁定违反反垄断法第21条 评估认为不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 并向涉事企业作出行政处分 罚款50万人民币 当中包括了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和京通等 当局说今次公布的案件数量多 涉及企业广泛、交易时间跨到长 今次依法处理这类案件 可以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 有效督促企业提升合规意识和能力 推动企业和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内地新增3宗新冠病毒本地个案 当局认为今轮的本地疫情已经接近尾声 要继续稳守外防输入 内地上个月中爆发生一轮本地疫情 波及超过20个省市 经过大约1个月之后 国家卫健委说 由8个省份已经连续14日以上 没有新增本地个案 多个省份在一个潜伏期左右控制住疫情 全国本轮疫情整体上进入稍微阶段 要继续巩固落实现有防控政策 加强口岸地区防控能力建设 守好外防输入第一道防线 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 当局说现在全国有超过12亿人已经打了新冠疫苗 其中有超过10亿7千万人打完两针 覆盖率达到7成6 当中有6,573万人更加打了第三针 亦都是因为疫苗接种率高 令到这次疫情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受控 强调要持续推进接种工作 做好元旦春节的疫情防控 无线电视记者曹家永报导 特径天安门广场在下个月15日起 要先预约才能参观 当局说实施预约参观措施 是为了营造良好的参观环境和人流秩序 并且结合疫情防控 散客和旅行团都需要提前在网上预约 才可以进入广场 至于长者等没办法用智能电话的人 可以由亲友代为预约 或者由工作人员在现场预约 广场现阶段不设预约总数上限 会根据疫情防控的需要疏到客流 并且提醒游客进入广场之后 仍然需要接受感染 稍后回来还会看看 澳门格兰披治大赛车第二天 有内地旅客专程过澳门看比赛 土耳其这个家庭的猫主子 凭着四只耳朵的特别外形 成为网络红猫 回来新闻时间 澳门格兰披治大赛车进入第二天赛事 有当地居民认为比赛的气氛热烈 有内地旅客就专程来看比赛 感受速度与激情 支持哪个 澳门 澳门 气氛热烈 只不过太阳很晒 今天正赛就刺激很多 今天人就少些 昨天多年 以前是坐满了 因为现在疫情关系 各方面各方面不方便 就是这样 因为受疫情影响的关系 今年和去年一样 没有上三个重要的国际赛事 而赛期也由四天缩短至三天 大赛车也吸引了内地旅客来观战 澳门体育局说 目前门票已经出售了八成以上 旅游局也公布旅客量持续回升 赛车首日突破三万旅客 录得三万五千五百二十五旅客人次 是至九月二十五日 澳门进入即时预防状态 和进一步收紧防疫措施之后 录得的新高 无线电视传澳门记者王伟之报道 战防方面 铁铁背首回合 香港的欧阳若熙失控壮难 还会出红旗中置赛事 排第二位面目的欧阳若熙 到第五圈的时候突然失控 附近有一辆坏车 幸好没有撞上 战车滑行的时候车身有火花 部分零件脱落 车头船位 赛会立即出红旗 欧阳若熙没有大外 可以自行离场 因为赛事中止 成绩计到出事前的一圈 颁奖礼照举行 内地车首叶宏力第一 欧阳若熙排第二 一定伤心 希望斗成 到最后的时候 都不知道地会是滑的 没有旗是有滑的 我不希望 如果一刹车 车脱落 然后就撞 然后就撞 希望车底可以整好的车 明天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机会斗的 明天 而在赛前热身 内地车首张亚琪 转入文华东方湾的时候 直接撞到防撞烂 车身不断打转 车头严重损毁 赛会出红旗 张亚琪因为勒骨断裂送远 赛前热身也终止 张亚琪继排位赛 连续两天有意外发生 无线电视记者王志謙道 澳门车首梁汉超 就胜出四级方程式首回合 原本排第二位起步的 郑永聪 在热身圈 他的战车出了问题 落到最后一位起步 排头位的梁汉超 就在早段小优局竞敌 赛者开场无奈 就发生了两宗小意外 包括香港车首曾卫业 在入关后撞场 但是没有大碍 上届冠军梁汉超继续领放 郑永聪去到第二圈 已经由包尾 走上去第二位 不过都没办法追紧投车 梁汉超 在无受太大威胁之下 首名过终点 星期日举行的一次回合 终会排头位 郑永聪第二 利施程第三 和上届正赛的成绩一样 回来本港 美孚九华径两个销考场 涉嫌无牌经营 17个负责人和职员被捕 而有82个食客 涉嫌违反限聚力被票控 涉事局两个销考场没有营业 其中一间在门外贴了告示 说会休息几天 警方星期五晚联同食幻村巡查 发现九华径两个销考场 没有相关食肆制造食物和消防等牌照 又妄顾防疫规定 抓了17个负责人和职员 涉嫌欺诈 无牌管有无线电通讯器具 他们已经获准保释口查 需要在12月中旬向警方报导 另外场内720个食客 涉嫌违反限聚令被警告 当中82人被票控 离宾府举行受分典礼 中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等7个人 获颁法特区最高荣誉大智经分账 因疫情关系 移息分三日在离宾府闭门举行 一共746人获受分或者家长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向7人颁法大智经分账 包括中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 律政司司长郑若华 行政会议成员周崇江 和叶刘淑宜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陈振斌 全国政协常委蔡冠心 和全国僑联副主席盧文端 18人获颁金紫荠 包括前立法会议员王国健 高等法院上诉庭副庭长杨振权等 22人获颁银紫荠 41人获得铜紫荠 另外早前追截走私快艇行动中 询息的水警总督察林婉宜 获追受金英勇分账 移息另外举行 前年和去年反修例示威受伤的六个警务人员 分别获颁银英勇和铜英勇分账 一流淑宜参选立法会港岛西地区直选 同区参选的还有陈鹤峰和方龙飞 无线电视记者王善后报道 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出席一个论坛时候 说立法会选举的候选人有不少心面孔 希望他们认真比拼政纲 政治理念和能力 前全国人大常委范徐黎泰就说议员不能单看自己界别或者选区的利益 完善选举制度之后的立法会选举在下个月19日举行 153个人成功入閘 更续90个议席 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出席一国两制与香港基本法研讨会的时候说 今次选举出现不少的心面孔 反映新制度对候选人有吸引力 过去几届选举中比较小出现竞争的个别功能组别 也有多于一人参选 各候选人在争取选民的支持过程中 将要认认真真地比拼政纲政治理念和能力 他们要进行理性有内涵的辩论 而不再是额言相向的乐志对骂秀 中联办秘书长王重苗形容 完善选举制度为香港带来更优质的民主 完善后的香港选举制度 必将有利于香港市民当家作主 香港社会监督权力 香港民主更加优质 同长家前立法会主席 前全国人大常委范徐黎太认为 新一派立法会议员要有全球 全国和全港官 第一就是放弃单单为自己的选民考虑 单单为他们的利益 为了他们的利益而去阻挡对全港有好处的事情 不要只是看自己的界别 自己的选区 要懂得平衡各方面的诉求 不同的利益 他又建议立法会议员要多些走入社区和学校 介绍国家发展 无线电视记者吴家軒报道 《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谈委书 称说现在选举委员会在时机成熟时候 可以成为行政上官普选的提名委员会 例如选举委员会的背景组成 完全符合了第45条所说的行政长官的选举提名委员会的组成 到了时机成熟了 只要改变人数和这个本来是选举委员会的职能 变成提名委员会 就可以符合对45条的要求去普选了 但是关键 就先要落实和贯彻 以外国者为主体来管治香港这一个原则 因为我们的初心没有变 他又说市民过去跌入西方选票民主的陷阱 以用制度加深行政立法对立 造成社会分裂 所以完善选举制度是为了解决深层残民 日本防卫省说一艘中国军舰通过日本领海 已经透过外交渠道向中方表达憂慮 日本防卫省发放图片 确认两艘中国军舰和一艘俄罗斯军舰 在星期四相计通过属于国际水域的对马海峡 从日本海进入东海 又说一艘中国海军測量舰在星期三晚近9点 在鹿宜岛远屋九岛附近通过日本领海 日方说是中国军舰第四次进入日本领海 对上一次是2017年7月 防卫省又说有两架中国军机和两架俄罗斯军机 在星期五飞越冲城和宫古岛之间的空域 飞去太平洋 香港空手道个人仍代表刘武尔 奪得细感赛铜牌 刘武尔继东京奥运后 首度出战国际赛 在迪拜举行的细感赛 女子个人营 小组第二落入铜牌战 她拿到2.96分 击败拿到25分的对手 埃及的艾亚希森 林武尔市隔三年 再在细感赛拿到贵军 亦都是继终军奥运后 再收获铜牌 最新消息 政府公布内地疫情服控专家团 包括国家卫健委、广东省、深圳市 和珠海市等的专家 抵抗考察4日 理解本港的防疫过去工作 7点半新闻亦都报道完了 这会儿